可爱不是长久之计 可爱我是长久之计 不要让我看见你 不然看一次喜欢一次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明星总是光鲜亮丽的 随着娱乐圈的不断发展 不少星期艺人想进入这个圈子 更是挤破了脑袋 作为一名明星 无论是片酬还是参加商业活动的价格 都是相当不菲的 许多人也对他们的身价十分好奇 大秘密作为娱乐圈当中的一线大腕 在近年来 无论是片约还是活动更是不少 先后给我们带来了相当之多的影视作品 深受观众的喜爱 作为一名娱乐圈艺人杨幂的身价 多少许多人也是十分好奇的 对此也想要有个深入的了解 知道自己爱豆的存款到底有多少 曾经也有记者采访过杨幂 问她记性这么好 一定也能记住自己银行卡中的存款 大概有多少 不过我们的大秘密可是相当低调的 毕竟这涉及到自己的隐私问题 每次在记者询问类似问题时 大秘密也是含糊其词 很少透露 不过尽管如此 在如今在网络当中也爆出了一线女芯片酬的收入 大秘密的收入也是不菲 那运想银行存款自然也是相当丰厚的 不过在最近杨幂可是上了某个访谈节目 谈起了自己在银行卡中的余额到底是多少 大秘密也是再次被这个问题给噎住了 她断了一下也是无奈的表示 并非是她不愿意告诉大家存款到底有多少 而是卡里确实没有钱呢 这也让不少人很疑惑的 毕竟杨幂的身价不菲 每次片酬也很高 又怎么会没有钱呢 对此访杨幂的记者也颇有深意的一笑 看得出来她也不相信杨幂的卡里没有钱 我卡里真没钱 但是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啊 怎么会杨幂的卡里没钱 我卡里真没钱 我钱都在公司和我爸那儿 公司会直接给我爸 我爸可能定期的会给我发点零用钱 然后我在网上或者是微信上买东西 买完东西以后突然有一天发现 我转账转不出去了 就是没钱了 我说没钱了 我爸就给我再转点钱过来 发啊 发红包是发的 那你在群里也发红包是吧 那红包得捆绑那个卡呀 不是 这个五万十万还是有的 对此记者也有了老姐 毕竟杨幂是非常孝顺的一位女孩 收入让自己的父母来掌管也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样说来卡中没钱也是情有可原 毕竟钱都在父母那里 就算是记性再好 也不知道存款到底有多少 不过在随后主持人也问到她作为老板 卡里没钱的话又怎么给员工发红包呢 杨幂也表示红包是会发的 卡里十万块钱也是有的 这也是让不少吃瓜群众有些惊讶 十万块钱在大秘密的眼中就当做是没有钱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简直出人意料 果然明星就是不一样 只怪我们太天真 不住人 这 içer则